先从梦中醒,再度梦中人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别说出学佛的人难以放下, 就是学佛比较久的人也不一定能放下万元。 无量节以来,种种的缘跟我们的千禅如油入面, 哪能说放下就能放得下的。 我们要尽量做到放下,怎么做到放下? 有一个根本的关照, 就是世间上一切所谓的亲属, 三亲六故,父母子女这些因缘关系, 好像今生是你的亲人, 但是亲和怨是极为容易转化的。 也许原来的冤家对头变成你的亲人, 也许今天的亲人下辈子就是一个冤家对头。 那么这些要用平等的心去对待, 这就是所谓的亲人。 无论是冤家债主, 还是至亲的亲人, 都是梦中的事情, 都是假的, 都不要去当真。 所以现实的我们这些人际关系, 就是像唱戏一样的你有一个角色, 你作为子女, 就把你这个戏唱好, 孝顺你的父母。 你是一个父母, 就慈爱你的子女, 教育好。 但是就在做这个伦常角色的过程当中, 你也知道他是空的, 是假的, 是如梦如幻, 如漏如影的。 有这样的心态, 在按世间的善法去做, 能做多少做多少, 也都不加执着, 一心平等。 你先做到这一点, 然后单提一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, 也发愿, 我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, 也要度这些在梦中的亲人。 你首先要从梦中醒来, 才能度梦中的亲人。 你不能在梦中跟这个亲人还做无名的长夜大梦。